大家好,我是RMVP的物質型 今天我要說明的是在Windows Server2012 當您開啟IE的時候 這裡會出現以啟用IE增強式安全性設定 如果當您使用IE選擇網際網路選項切換到安全性說明標籤的時候 您可以看到安全性等級是設為最高的 而且您不可以去調整這個安全性等級 如果您想要針對這個部分進行調整的話 您就必須先關閉IE增強式安全性設定 但是在Windows Server2012這種伺服器作業系統 通常扮演著伺服器的角色不應該拿來做上網的功能 可能會增加伺服器被攻擊的疑慮 如果您想要關閉的話 請選擇 請選擇伺服器管理員 選擇本機伺服器 在內容這邊 IE增強式安全性設定 我們選擇這個項目 接著您就可以針對系統管理員 或者是使用者 去開啟或關閉 IE增強式安全性設定 例如說我現在將它進行關閉的動作 當我們關閉以後呢 再重新開啟IE 這裡呢會出現警告 為啟用IE增強式安全性設定 這個時候我們再去看一下安全性的等級 而當您能關閉IE增強式安全性設定的時候 它預設位於中高的等級 進行設定 您可以自行進行調整 謝謝您的收看 謝謝大家